各位網友大家好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一間開幕的鐘仔,讓我新片出口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已故鋪王鄧成波家族再有物業捱不住 有兩項位於觀塘的物業,相繼輪運銀主盤 其中一項是位於觀塘興業街1號駱駝7中心傳動 樓高7層,位處開源道和興業街交界的大單邊 總建築面積是85,116平方斜 地下和一樓是餐廳,二樓至六樓是寫字樓 每層面積由11,536呎到13,168呎 而這動物業就是鄧成波在2014年以10億零八千萬畫入 並且在2017年曾經放售,當時的意向價是28億8千萬 這個叫價不是很現實,可能純粹秤身家 但其後他們家族陷入財群 在2022年3月 重新拿出來放,叫價就貼地點 只是13至14億 但到2023年4月,叫價則降至11億2000萬 到今年的年初,再將叫價調整至大約11億 可惜一直未找到買家,最終未銀主接管輪運銀主盤 而另一行被接管的物業,就是位於 開源道60至62號駱駝七大廈三座地廠 總面積大約12,650呎 現時有特賣場和花旗銀行造用 租金超過90萬 但花旗預計將會今年9月約滿後遷出 兩組物業加起來市值大約13億 而事實上,他們家族在最近一年已放售駱駝七大廈 多了地鋪和地廠 當中包括有第一座地下A1至A2鋪位 成交價是1億5000萬 以接客人是百恩剛學創辦人楊健文 令市場近日出現兩宗短炒個案 但業主的處境大相徑庭 其中一宗是美夫新村 據聞在樓市全面設立後 有美夫新村斯拉兵團炒家 以公司名義Full Pay 戚資超過1000萬 買入兩個美夫新村單位 其中有一伙是五奇蘭秀道 11號低層D社 實用面積556呎 屬於兩房 最初在今年4月以628萬放盤 最近以570萬賣出 車價10252元 以這名炒家業主在今年3月 透過公司名義以530萬Full Pay買入 次貨大約4個月 將面賺了40萬 相當於期內升值7.5% 但如果計及持貨成本 包括一出一入的佣金11萬 再加多買入時的稅項 2.25% 即是11萬9 預計實際獲利不足17萬 即是大約3%左右 而據代理透露 這組炒家 還持有一火難受到 19號高層B室單位 面積508呎 買入價是515萬 現在市場放558萬 交買入價高出43萬 即8.3% 捉好運 另一單就沒那麼好彩 竟然要大幅洩漲 物業就是97蟹貨重災區 位於深井浪趣園 單位一旗三座低層F室 實料面積466呎山景 業主今年3月底以380萬馬入 但遲貨直到上個月 就以涉樣價350萬委託代理放盤 但反應就麻煩地 其後業主一再調低叫價 最終兩個禮拜來就賣菜 居民成交價只是300萬 創了屋苑10年的新低 而赤價都只是6438元 比大型銀行網上股價低了接運13% 而業主只是持貨4個多月 賬片又虧損80萬 相當期內貶值21% 這件事我就覺得有點樸索迷你 因為單位又低層 裏面的裝修又殘 而當時的成交價還要比市價高一點 如果是炒價的話就相當失敗 所以我也有懷疑 究竟買家是不是用家 在收好樓後才發現單位有些問題 不喜歡所以非賣不可 另有則報道就是為銅鑼灣 軒尼斯道4888號的大單邊位 原本是東方標行旗艦店 標行在今年4月遷出之後 大業主華盡就將這個舖位放租 意向價是60至65萬 但由於遲遲都未找到租客 業主就改變策略 先將這個舖位暫時短租 據了解短租客經營市集 每個月租金大約20萬 即是舊租客東方標行高峰期的十分一 而這個舖的面積都很大 有6500呎 居民長租客只是交管理費 都要交10萬02千元 而短租客現時已經進駐這間巨舖 並完成簡單的裝修 以前賣奢侈品手錶的名店 搖身一變成為市集 舖面貼著 例如軒尼斯嘉年滑展銷市集 主於舖面劃分多個攤檔 主要都是買低價產品 有文具、健康產品、茶具、手工製品、服飾、手飾 個別價錢低至10元 另外新地位屯門Lofoland 3B期 在昨天加推第四號價單 提供78伙 接實平均赤價是12,176元 發展商為原價加推 同時公佈銷售安排 落實在今週五即9日 作新一輪銷售125伙架單單位 面積由252呎到697呎 以最高折扣15%計算 接實入場最便宜是3066,800 再來跟進一下 今日記錄到的二手蝕樣幹 第一間位九龍塘那沙利道的碧華花園 五座低層B室1,607呎 面向那沙書院球場 賣了2,080萬 車價只12,900 業主在2015年 以2,900萬買入 次科9年 漲免失了820萬 相等於28% 第二間是藍田匯景花園 五座高層A室537呎 買了618萬 車價大概11,500 業主在2018年 用了800萬買入 次科6年 漲免失了182萬 相等於23% 第三間是位日出康城的 Montara 一B座中層A室736呎 賣了933萬 車價大概12,600 業主在2019年 以1051萬6,000元一手買入 次科5年 將免失了118萬6 相等於11.3% 最後這間是元朗的Gran Yoho 百座中層C室534呎 買了762萬5 車價大概14,200 業主在2017年 以799萬買入 次科7年將免失了365 另外這個星期 雖然二手市場一般 但一手豪宅方面 不乏有大額的成交 其中加里旗下位 北架山龍區道3號的豪宅提案 在昨日以招標形式 10億0288萬 賣出一件巨無霸 Manchin A 打破歷年九龍區一手豪宅 成交價紀錄 實用面積11,382呎 再加13,174呎的花園 929呎的前庭 再連兩個車位 車價是90318元 創這個項目的新高 但看回成交紀錄差 發展商將會向買家提供 4.25%印花稅的津貼 涉及款項是4369萬 另外如果買家能預期完成買賣合約內的條款 發展商將會同意向買家支付8800萬的現金回贈 只是這兩項的回贈已達1億3000多萬 未知佣金多少 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由今年4月開始 中國監管機構以財政部為主 要求多間大型國有金融機構停止聘用 羅冰咸永度提供審計服務 據指他們向大型國有金融機構 下達所謂的窗口指導 並非官方口頭指示 另外受到恆大的影響 使全羅冰咸永度 將會被內地罰款至少10億人民幣 羅冰咸也在短短三個月內 流失超過30多間上市公司客戶 當中有不乏大型國企 今天就講到這裡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